全国人大会议开幕,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四平八稳,主公经济,一方言为近日狂炒的股市降温,再度指出中央不搞大水万冠,不过,也同时用了巨大的蝙蝠谈鹿稳,特别是稳就业,指出要把就业摆在更突出的位置,也提出要大幅减税,降费,要增加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, 为地方政府发债,要求国有大型银行,增加小微企业财款额30%以上整体而言,是努力刺激经济增长,保住6-6.5%的经济增长,也就是说,不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如何,中央依然会放水,只不过,如果贸易谈判顺利,就不搞大水万冠,不论贸易谈判结果如何,减税,降费一定执行, 这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,由过去的出口道向改为消费道向,推动服务业增长,今后大家在选股时要记住这个大方向,今年减税规模高达1.3万亿人民币下同, 这不前会用于消费,也会流入股市与楼市,去年的去杠杆已不再提起,货币政策改为松紧息道财政赤字2.76万亿, 占GDP的2.87%,财政支出23万亿,增加6.5%,中央也会协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,预计地方政府赤字将达0.93万亿,总债务达2.15万亿,增加60%,巨大的增幅,更要求地方政府今年内要清还至少50%的旧债务, 诚信手约绝对不能新冠不理旧账,旧债未还,不许增加新债,这对哪些被地方政府拖欠债款不还的企业来说, 是巨大的好消息,相信很快地,这项好消息就会反映在有关的上市企业的业绩,基本上,这份工作报告对股市仪然是利好。